今天是2022年11月3日,刚刚离格台风飞来香港,8号风球刚刚落5点凌晨,马上飞的士尼机场,机场刚刚赶到8点几个班机。 唯有查看完就去麦当劳吃饭,麦当劳有很多人,因为外面没什么地方吃饭,然后打算上机,现在上机的门口到最尾,周边的门口都不是袋人。 今天就搭国泰,去到最尾门的门口,现在看到人们开始排队进入机场,进入机场就能坐窗口位。 天气仍然一样,很担心机会遥防,但幸好搭了全程机都很稳定,顺利到达了台湾。 今次的机场我是高雄国际机场的,但我还要转机,所以我会推行行李,这个就是我的行李。 就在国内机场,我就会搭飞机去金门,这个就是内陆机机场,也很宽敞的,不过就没什么吃饭,这个是登机为止。 只要去S7买个蛋糕,加个咖啡,看一看。 因为我设计内陆机不会设计得很近的时间,所以都要一段时间等。 来上相机也有一个多两个小时,我就到处拍一些景象给大家看。 这就是国际国内机场,去金门也有个金炉,等着机的大屏幕就看到哪个机,就自己走去上机了。 那里面是云海,云海也挺漂亮的,看到螺旋掌机业是不是有惊吓呢? 因为内陆机全部都是6个旋掌机业,我都搭了它几次,所以也不是太害怕。 这是沿途小岛。 金门也有很多古草,这就是古草。 有些新楼正在建,有些新楼已经建好了。 让周围看,环境给大家看。 那些古草有些荒废了,都倒了。 有些是很漂亮的,就做了些茶寮,或者是民宿。 因为现在金门未开通的小三通, 所以游客也很少,居民也很少出来的。 因這邊金門 representations sample 因此古人也 Feathers 附近也有些人养雞 有雞海褲 有白色雞 有ei 早明大bucks 隔壁會被箕裡角色 �� *** 其實這裡是景點 叫做水拆的公仔 如果有节日 它就会放了一些灯在下面 就很漂亮 整条走廊 我就参观了附近一间角小 在做运动会 很多家长来看自己的小朋友 很大的 它的操场很大 很多活动空间 全部是洗手台 洗手间 空间就很足够 有份的操场 这是幼稚园的地方 都很宽敞 这张黄昏照 就是我倒垃圾 和厨余拍的 都很漂亮的 欢迎收看 点赞分享 免费订阅 转小铃铛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拜拜